至俄罗斯卫星同讯社7日报道着,上海期货交易所在9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原油期货上市以来的首次交割顺利完成,交割量共计60.1万桶原油,大边交割金额达2.93亿元,较3月26日,开盘价440元统上涨10.95%,我们上周报道提及, 这是中国原油期货上市以来的首次交割,被认为是中国正是实质性量线石油人民币阶段的最后一公里,要知道,交割操作是连接人民币原油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纽带,更是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具体体现,这将意味着,今后会有更多的国际机构投资者进入上海原油期货市场, 同时,目前,排名前二的两大传统原油期货市场,布伦特和WTI原油期货,似乎也要几根人民币原油期货体系对亚欧市场的影响力, 而对国内企业来说,原油期货对实体企业的帮助也已经出现成效, 并将有助于从主要的国际原油基准手中独得不放定价券来对冲油价上涨的风险。 一些业内人使称,人民币原油期货与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和迪拜、阿曼原油期货的相关性质超过95%。 比如,一位美国资深原油期货交易,投资者稍早前告诉我们称,人民币原油期货上市后, 我们市场的价格波动和交易量也被带动了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美国交易员终于要频繁的开始定夜盘了。 而这最生动的注脚,更意味着人民币正在扩大的欧亚原油的定价能力。 要知道,在上海原油期货合约没有上市之前,以往亚洲时段的国际交易量是很清淡的, 且价格波动极小。 截至9月7日,按单边统计,原油期货每季成交量1180.82万首,成交金额5.77万亿元, 但日程交量平均10.27万首,最高达到20.50万首。 而我们也多次强调,一个原油期货新品种,新的石油货币体系,是否有国外投资者的积极参与, 则体现了石油人民币在全球原油市场上定战能力。 而这在美国知名金融网站Zeroage看来,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对于所有出口石油的公司来说,世界上石油美元可能不再那么重要。 按盛宝银行的最新预测来看,目前,多个产油国已经非常乐意, 以人民币的形式进行交易结算, 比如,俄罗斯、安格拉与伊朗等市场投资者可能会使用人民币和中国的石油公司, 进行石油结算交易。 而令计路透社更早前报道着,中国一家石油巨头已经签署了首币以人民币计价的中东人油紧扣协议, 并且计划签署更多此类合约。 这意味着,新诞生的石油人民币还可以为产油国, 货源油投资者,再进行石油交易, 使得提供一个石油货币的选择。 从而为那些油绕开石油美元需求的投资者提供方便, 如果沙特也决定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出售石油给中国市场, 那么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全球的原油市场。 比如,对于产油国来说, 他们不需要用位购买石油,而减少大量的美元储备。 比如,最近不发市场发生的金融震盪的根本原因, 就是美元流动心急缩造成的, 同时,也更不需要支付美元汇率茶杯来购买石油。 而这路透社援引的消息人士表示,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些国家的石油市场也都希望, 能打破石油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 这也更意味着,石油人民币为这些国家货源油交易, 这创造了五美元跨的交易环境, 更可以为他们在进行石油交易, 实则提供一个石油货币的选择。 这也将导致美元需求大幅下降, 并可能会给石油美元体系, 带来无法固然的后果。 换句话说, 新诞生的石油人民币可能, 将建立一种新的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经济秩序。 当然,石油美元并不会消失, 因为, 对产油国人油交易者来说, 选择用哪个石油货币交易, 这不是领和博弈游戏。 但对石油人民币来说, 仍要任重到远, 砥砺前行, 玩BWC中文网作品。 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 或转化视频,音频等, 为者必究。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